高兽李文今年7月在家中轻生,她的死轰动全国。 坦白曝光李文和布鲁斯的婚前协议及婚内协议, 两人2011年就签了婚前协议, 李文大约在2016年发现布鲁斯有不忠的迹象, 一再追问下,布鲁斯终于承认, 坦白2017年与外面的女人有不伦关系。 协议细节表明,李文曾两度发现丈夫出轨,期间产生抑郁, 到了2022年5月在左胸发现巨大硬块, 同年8月到医院检查,确诊入癌。 当时,布鲁斯在西班牙度假玩乐,没有陪伴李文看医生, 李文因此下定决心离婚。 李文在申请文件中表示,因为南方出轨,导致身心受创, 决定在2022年10月15日起分居, 从此不存在夫妻同居关系。 两人还有补充协议,李文原谅两度出轨的布鲁斯, 如果南方再犯,将赔偿李文一套位于太平山顶的别墅, 价值2000万美元,约合人民币1.45元。